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川商 他爱四川 他也爱我们的川商这个组织 他也愿意为川商的总会的建设做些贡献 同时他会尽可能的出时间参加我们川商的活动 您跟他熟吗 那很熟的 很熟的 对 我们既是老乡又是好朋友 另外在很多场合我们都有交流有沟通 对他性格跟你完全不一样给我的感觉 他的叫做军事化的思维比较强一些 他叫另行禁止 我觉得他企业家精神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好的 像个军人一样 是吧 而且他比较外露 每个企业家都有不同的特点 我就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是经济建设的关键少数 怎么样用好这个关键少数在解决就业 在提供税收 在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 方方面面 这帮人发挥好了 将会起积极的作用